政府出去放呼安老院舍等探訪安排 包括探訪人士在完成疫苗注射 并取得快速測試陰性結果之後 可以到院舍探訪 自去年7月本港第三波疫情出現院舍爆發 政府禁止探訪 院友和家屬都難以相見 政府最新宣布安老院和殘疾人士院舍 可以恢復有限度探訪 探訪人士完成接種兩劑疫苗14天之後 探訪前有陰性的快速測試結果就可以探訪 期間要遵守所有防疫措施 並且長時間戴口罩 未完成疫苗注射 或者因為健康理由未能注射疫苗的親友 探訪前72小時有核酸檢測陰性結果 並且在入院舍前通過快速測試 同樣可以探訪 探訪的具體安排和細節 將會交由社署和業界商討 絕小是外出和接觸外人 感染都是在院舍之內 由於院有身體的狀況 如果染上新冠病毒的死亡 都是十分之高 所以在這方面的防感染工作 我們仍然是需要十分之謹慎 由安老業界認為恢復探訪 要考慮社區的疫情是否受控 院舍也要有其他準備 譬如院舍是否可以設立一些特定的房間 讓房客入到安老院舍裡 不會接觸到其他沒有接種疫苗的長者 政府說去年7月至今 院舍員工先後有五輪致院檢測 和12輪強制檢測 由去年7月到11月 有42個員工和137名院有確診 去年12月開始強制檢測至今 有38名員工和87名院有確診 反映透過員工傳染給院有的情況大大減少 無線電視記者利由潘報導